文将施华前几天陶汉林微博发文,表达了一番旭约山东的感慨,就在这个夏天,北京首纲曾高薪引诱陶汉林加盟,新今是陶汉林在山东队的两倍还多,最终陶汉林选择了旭约山东队, 在我看来,之所以说续约山东不太明智,主要感觉在山东队陶汉林,已经达到了目前力所能及的高度,很难再有志地飞跃了,尤其是新赛继承继压力不大的情况下,山东队也许会将朱镕镇,视为未来核心加以培养,再加上大外援肯定要占据一定的战术地位,陶汉林在内线的位置打好了就是三号内线, 发挥不好甚至还要在替补席上虚度光阴,从另外一个角度讲,就今年山东队隐员不利,基本没有总冠军的可能,因此如果有好的球队,还是可以试一下的,但是拒绝北京首纲绝对的明智的,别看北京队为陶汉林三年开出了1800万新金合同, 的确是很诱人的,但再三考虑之下,陶汉林选择了拒绝,非常明智,看看现在北京首纲是如何对待孙悦的,一旦状态下滑,北京队如何对待陶汉林时又知道呢? 毕竟,在通道中尉里跟颁发冠军戒指,莫里斯在通道内看球,连替补席也无法进入,这些都是北京首纲干的事情,因此,十分欢迎陶汉林拒绝北京首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